有那些教育學程的課程 那裡頭就應該要放 雙語教學的培訓 的課程在裡面 那當然現在 我們在針對一些 教育學程裡面 都已經開始有加入這些東西了 對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在其實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在 已經有經驗了 這一些培訓課程之後 你再提出這樣子的政策或計畫 這樣子會比較嚴謹 你不能說政策先上路 然後現場的老師 一堆都還沒有這種 英文的能力的 英語教學能力的 那你要怎麼讓他 馬上加入這個東西 那當然這個都是一個緩衝 這一定 任何政策都一定會有過渡期 只是說那個培訓計畫 我覺得是必須要有一個 比較嚴謹的規劃 好這樣子 所以如果假設你在問答題當中 被問到雙語教學 你的看法 當然我們樂觀其成 你一定要站在一個好的 就是說你的論點 一定要是要支持喔 為什麼 因為人家都已經做了 你如果不支持 不然你不要來考 對不對 人家都已經做了 所以你一定得支持 但是你可以提出你的批判性的想法 就是說 這個現象我們樂觀其成 但是 要能夠執行的好 要有效果 必須相關的配套措施 都一定要做得完善 最重要的就是在於 現場的老師 英語教學的能力 看是不是能夠提供比較多的進修的管道 好那能不能夠由教育部來提供一些資源 來培育現場原本 你看有些老師都已經很資深的 早就已經考上很多年的 他們以前都沒有這些政策的 那你現在要他突然間做這個東西 他怎麼做 他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你一定要提供一些相關的進修 或者是研習的課程 來教導這些現場的老師 怎麼在原本的課程教學裡面 融入英語的素材進來 好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的 否則你只會變成說 政府講政府的 現場做現場的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狀況 那這樣子會更加造成什麼 會更加造成語文發展的馬太效應 我現在都在教你的問答底要怎麼寫 什麼叫做馬太效應 馬太效應 他當然你如果本身是基督徒的話 你看到馬太這兩個字 你應該不陌生 馬太效應就來自於馬太福音 就是那個聖經裡面的其中一個專章 那當然 馬太效應的意思就是 簡單來講是好的更好 壞的更壞 多的就越來越多 少的就越來越少 所以事實上原本馬太效應是用在經濟學 經濟學就是 負者越負 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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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概念 可是我們如果套用在教學上 教育現場上 如果是針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的雙語英語的學習 或是教學資源 你会发现如果你是在淡黄区的学校 或者是说你的家庭 家长的社经地位背景是非常中高等的 家长的教育背景都比较高的 那你给小孩的教育资源肯定是不少 对不对 那你可能就会让你的孩子从小就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化 他会有很多的国际观 可是如果假设家长的教育背景相对比较低 或者是说他没有这方面的观念 或者是说你的所在地区 居住地区是比较偏远的偏乡的 甚至有一些是属于隔代教养的 父母亲都没在管的 那这些孩子的学习资源 比起那些淡黄区的小孩 是不是就会有所落差 那你就会发现淡黄区的小孩 英语能力一个比一个还要好 现在很多小孩子三四岁 就已经可以用英文跟外国人侃侃而谈了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都没办法 可能连英语是什么都还没听过的 绝对在整个台湾里面 存在这样子的孩子 所以你就会发现 好的越来越好 坏的越来越坏 因此在教育资源 他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均等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现场的老师 在教学能力上 还没有一个非常纯熟的教学经验之下 就容易造成语言发展的马太效应 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在写问答题的时候 你可以有的论述的方向 那虽然你这样子听我讲好像很合理 对不对 我这样讲出来好像很顺 可是当你今天给你一张白纸 你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它不是容易的 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就是你在课后 你去思考一下我刚才所讲的这些 然后你用一些 你花一些时间 比方20分钟至30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议题相关的概念 自己用有点像是写短文的方式把它写下来 你一定要有这些经验 你在写问答题的时候 你的论述才会有逻辑 才会有逻辑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重视这个批判力 就是你懂这个理论没有错啊 你懂这个议题没有错啊 可是你到底知不知道用你自己的想法去解读 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你要如何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那当然我只能透过问答题去看你的续写的脉络 你的续写逻辑就很重要了 OK 好 再来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素养 你要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吗 好 再来第七题 哪一个做法比较适合让幼儿体验多元文化的价值 好 你看现在题目都很讨厌 它都很 它都跟你讲较适合 表示呢 四个选项里面 可能有一些还是可以做 但是它没那么适合 所以你要去找出这个程度上的问题 来哦 它的重点在于体验多元文化的价值 我们看 A 让幼儿聆听跟唱不同语言的歌谣 好 B 鼓励幼儿参与体验适合性别的游戏 那B选项是在讲性别 性别跟多元文化比较没关系 所以B先删掉 C 鼓励幼儿以适合他性别的方式表达情绪 这个也是在讲性别跟情绪 再来 让幼儿比较自己与别人不同生活方式的优劣处 那这个别人是谁没讲 搞不好是跟他同一个文化的人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蛮好选 跟不同语言 对不起 语言它就代表着文化的概念嘛 那今天跟你讲 不同语言 当然就是来自于不同文化 所以答案就选择A选项 来 所以我告诉大家 像我最近一直在训练 教真的同学 去这个进行复试的这个练习 那当然因为我们这堂课 虽然是教是这个考 可是我相信各位在考上之后 再来就会面临到教真的 好 你就会面临到教真的 所以不管你是未来可能想要在考教保员 或者是想要考教是真事 我都希望大家就是说 你在进行相关的文化课程 或者我们所谓的语言课程的时候 你可以把语言跟文化这个概念 好 拉在一起 所以我现在都会跟现场老师说 有些时候你在做活动之间的转弦 你可能会唱儿歌 会唱手指摇 或者是你会唱集合歌 或者是你会唱 这个比如说 刚刚讲集合歌或收拾歌对不对 那你在唱儿谣儿歌或是手指摇念谣的时候 事实上就可以让孩子去接触不同语言的儿歌 原住民族的儿歌 台语的儿歌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跟文化有关系的体验 好 再来第八题 丁老师以说故事的方式续说 这一本故事 因为你看这个双引号 就是一本绘本的名称 那么透过 或者就是一个文本的名称 那么透过音乐或口白 引导中班的诱儿模拟 猫咪睡觉吃饭玩耍的肢体动作 那么他的这样子的学习经验 比较符合课纲里面的哪一项学习指标 好 我先跟各位讲 这样子的题目出题的方式会越来越多 就是给你一段情境 要你去对应出课纲是哪一个学习指标 好 所以这种题目今年肯定会有 好 所以我们看 透过音乐口白引导这些动作 要模拟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看 美中 他说探索生活环境中各种声音 感受其中的差异 可是没有啊 他今天只有猫咪的声音吧 对不对 音乐口白 再来 B 进行两人以上的互动扮演 他没有办法从这边看出来 因为他只有说 引导中班的孩子 模拟猫咪睡觉 可是猫咪之间 在玩耍的时候 有没有互动 不晓得 没讲 C 在创意想象的情境 展现个人肢体动作的组合和变化 好 那你说老师 他不就是学猫咪睡觉 吃饭玩耍的肢体动作吗 为什么会是个创意想象 因为 基本上幼儿本身是人 那你要去学猫咪 他就是一个 你必须要去想象 你自己是一只猫 对不对 你要想象自己是一只猫 你才有办法做出 跟猫咪很雷同的肢体动作 再来 朱选下 把玩操作各种素材或器材 没有 题目里面没有告诉你 器材或器材 这个 素材或是教材 器材 好 那他也没有要你发展出 各种不一样的玩法 没有 他就是要你去学一只猫 所以答案选 C 比较符合 再来第九 大班的老师为了让班上幼儿提早适应小学生活 所以把学习区变更为柜子靠墙 桌椅用行列的形式面对白板排列 你要记得这个在品质评估表当中叫做层级一 就是不及格的排法 可以吗 就是针对幼儿园的环境规划当中 课程里面学习区的编排 这样子的排列会被变成 这个叫做什么 层级一 就是不及格 不合格的 那当然 因为他现在只是为了要做幼小衔接 所以他这样做 好 所以他说 根据这个Jones所提出的五个环境相度 来分析环境跟人类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 那这样子的班级环境相度发生什么样子的改变 那当然 原本的学习区叫做开放的 对不对 开放的 所以孩子们是不是可以在学习区跟区跟区之间 很自然很自在的跑来跑去 对 可是我今天变成桌椅用行列的形式 而且要面对白板 不就非常的自视化吗 那我们所讲的自视化就是封闭 好 所以答案就选择A OK OK 谢谢观看